中国唯一一个四国击壤的县城 您知道在哪里吗 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牛县城 美女如云却从不外嫁 与阿富汗塔吉克斯坦 巴基斯坦三个国家接壤 可以说一个鸡鸣就可以叫醒四国的人 它就是位于中国最西边亚洲中心帕米尔高原上的 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全世界八千米以上的雪山一共才十二座 这个县就占了四座 这里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边境口岸 红旗拉甫国门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千年石头城 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经过丛林的最大一战 这里有科目二考试都不改练的盘龙千年古道 三十多公里就有六百多个大弯道 如同一条巨龙缠绕在高原上 所以这里有一句标语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道 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你会为了这条标语 不远千里去走走这条富有哲理的公路吗 这里还有中国最美的冰塔林和信花村 是世界上罕见的高原世外桃源 世界上第二高峰乔戈里峰 海拔八千六百一十一米 冰山之父牧师塔格峰 还有雪豹盘阳暗抚雪鸡等高山高寒荒漠动物 两千年前这里叫做切盘托国 相传是一位前往波斯和亲的公主中途毁婚 留在这里所见的唐三藏取经曾路过这里 并且在这里念佛诵经 这里有拜火教的遗址 也是金庸笔下的名教和六大门派围攻的光明亭 这里还生活着中国唯一 土生土长的百种人少数民族 塔吉克族他们世世代代在帕米尔高原上 守护着我们的祖国边疆 关注我让你足不出户游世界